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脈無雙人》 我是主持樹齡 有馬爾 野人者 之前兩三個星期我們講了很多同仁的主題 聽聞這些同仁的東西才是最多人聽的 好事啊,我覺得 香港同仁界就是需要多些人留意 但一有同仁的地方就不會有樹齡 哦,是啊,我不會講的,同仁 所以結論就是 沒有樹齡的那幾集就是多人聽的那幾集 哈,有道理啊 咦,那我可以不做的了 咦,行啊 各日專長而已 說笑而已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一套很舊的漫畫 很古老的漫畫 原作其實是很多人認識的一套作品 也是一套很經典的作品 其實很多你說無論是電視劇也好 或者是電影 甚至是漫畫 很多人其實作家都受到這一套作品的影響 我們今天要講的那一套就是 大陸是亦在世英雄 好像是 漫畫的話有兩個 因為我自己在收藏這一套的漫畫 它就叫做生命重播 而原作的名字也是replay這個字 總括而言 這一套的漫畫 其實用一句就蓋過了 其實就是 假如如果你的生命有第二次的機會 如果生命可以重來的話 我不會說先會先說這個原作 其實你說如果我現在一開始這樣說 我比較會建議 如果聽眾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看這一套漫畫 漫畫 因為漫畫那裡其實 會算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如果回到原作的話 雖然原作是一本小說過的一套作品 但是其實 它裏面說的主題也有一點點心 加上如果你說這個叫做生命take 2的主題的話 我會建議先看漫畫 因為漫畫其實只是 集中在 我們的主角 失伏周平 是第一次take 2的人生 應該是第二人生 他認識了遊戲 只是replay那一次 沒有辦法 他第一次人生太失敗了 故事就說就是失伏周平 是一個進入了40歲上班做 吐頭大腦一時無盛的阿叔 曾經都有一個光明的時代 他光明的時代就是 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 打籃球的 明星的籃球員 打籃球的 打籃球員 其實就被人挖角 招募了他一間 正經公司 正經公司 我記得是No.1 其實都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一個做運動 跟一個買股票的人 其實我一直是 我不知道這是日本的什麼情況 但其實 在我們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一個做運動很厲害的人 跟一個做證券很厲害的人 其實兩者是沒有什麼關係 應該是那些 應該是那些 應該是推因 還是什麼 那些制度 應該是 如果你在台育程式很突出的時候 好像香港也有 看一看中學 那些出來 推薦你進去 什麼公司 那種情況 應該是 純粹可能 這套東西 其實也說到 很多人都很厲害 其實可能利用 他所謂的 籃球員的明星效應 希望他可以刮到 刮到一些不同的客戶進來 就是買證券 那當然 在失伏的第一次的人生裡面 其實就是 每放月下 直至到他40歲的時候 即是 即是連他 和他同期入行的 一些朋友 已經升到一些 叫做 中層的職位 他仍然是一個事業無成 在這個 叫做 證券從業園的最低層 在掙扎 仍然是做不到成績出來的 上不到位的人 對 就是 即是 正所謂 其實失伏那種性格 其實就是什麼 中中直直 其實 中衰克衰 其實我覺得他還沒差 最少有結婚 有個女兒 是不是 就這樣就差了 有人回家被老婆娥 知道嗎 都算是人生贏家 人什麼贏家 你被老婆娥 被老婆娥 看看是怎樣的 你又很難這樣說 人人生贏家 這件事 她是同一名公園 知道嗎 要見到的一件事 就是 在她第一段的人生裏面 你可以說 縱觀二言 其實她的成績 失伏是一個好人 即是剛才那句 中中直直 她真的是 終衰克衰那類人 即是 她不懂得玩手段 亦都說 對這個人心 完全沒有一個防範性 對 即是她身邊的朋友 其實都是出賣她 出賣她上位 但她也不知道 或者知道 但不會做什麼 最終就是 她被她的朋友 調去一個沒有雷工這麼遠的地方 所謂工作上 犯了錯誤 然後就會被 流放 流放 沒有雷工這麼遠 而她的老婆和她的女兒 已經說 你不是 不是吧 搬到這麼遠 然後不願意跟她一起 然後去這個 發配 正常 你看動畫 都知道她的 那麼遠的地方 有屍軌 那些地方 不會去吧 由航蟬 一般都不好 通常去到那些地方 永遠都回不了身 很少可以去到那些地方 又可以調回來 最終她在這個 調配的過程 搭飛機的同時 突然之間 心臟病化 不知道是不是心臟病化 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寫了 那一刻沒有DEPLOVE 我也知道 就這樣她就死了 總之就死了 對 想眠40歲 想眠40歲 不知道大概 好像11點多 10點多 為何還要 這個時間 很重要 這個時間很重要 那個時間很重要 然後 刀刀她 再次 以為自己是 上到天堂還是落地獄 再次 起床的時候 就回到她 剛剛大學畢業 22歲的時候 年輕力壯的時候 總之 在搞女人的時候 搞完 但是 你要知道 搞完沒有了那種記憶 是不是很悲哀的事 她不是搞完沒有了記憶 你不要說到她失憶 這樣 她是銜接不到 因為她本身 在44年人生中 突然之間回帶回到22歲的時候 對 但是她的記憶部分 應該是她有40歲的時候死的 記憶部分 就是我好像在機場生物病發 突然間我起床 戒掉一條女生 但是沒有前面的過程 我曾經有做過的事 我忘記了 我沒有這件事 糟了 你不知道你吃來遲了 你這個結論就是什麼 在她的人生中 這條女生是不重要的 OK 的確是 最後應該沒有出過場 沒有 沒有出過場之後 這個配角都堅持到機會 這個配角 OK 她回到來 這個會承擇 就是所謂 我們剛才說 之前 調配了 出賣了失福這位朋友 其實就是 用她 叫做什麼 跟她剛剛在這個時間點回來之後 跟她在床上發生了關係的女性 其實是男女朋友 即那個事件是有銜接性 對 不過其實 慢慢看這套作品 你會發覺這件事 失福的記憶是不簡單的 我真的很難相信 即是她有時記住一些東西 我甚至覺得 不是一件大事件來的 但失福是記得的 不應該 她記得某間戲院破產的時候 因為覺得 這個才不是最恐怖 正常 就算你記得 那個朋友 即是在事件裏面 這個朋友最後 逼了她去馬場 買了一隻馬 但是作為一個 不買馬的失福 她買了一隻馬 而且那隻馬 就是隨便亂買的 跟著她會是記得 她那一場馬是買了什麼 她這隻馬她記了18年 你要知道 但她不記得她18年前 她不是記了18年 你要明白 就是她在40歲這一下 她才剛剛知道 她這個朋友 在22歲的時候 不是18年前 那一件事出賣了她 就是 你要這麼快可以 回帶回帶到這裡 甚至回帶到 那個記憶是去到 去記得 究竟那天買了一匹什麼的馬 但她就不會一屆 那條女兒叫她的名字 是 是 是 這是不是 選擇性失憶 這件事其實就是 本身就是 她那位朋友 想藉著 特意給這條女兒去搞 然後跟著 等她 以為她欠了她 然後幫她 去進她 清空證券公司 是 是 因為前一世 她一直不知道 到她死了 前一世她耿耿蕭蕭 就說 哎呀死了 我搞了朋友妻不可愧 我搞了朋友的女兒 就是朋友 能夠 叫做什麼 妻子如衣服飾 這樣告訴你 不要緊的 我不介意這件事 不過 你幫我找份工作就可以了 就是這些朋友 對她來說 哪裡找 不是 不是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 失伏帶著她一周目的記憶 當然不同凡響 這件事 路四符 路遙之馬 你有見人心 我四十歲才知道 這傢伙這樣的樣子 我現在二十二歲 現在就要 不是 二十二歲已經知道 你十八年來做過這件事 我一說一說 十八年後 你已經出賣我的 大哥 其實你那一刻 其實見到 他的EQ 其實你在那裡看得很高 大哥 你剛剛 四十歲我不管 但是你跳過來說 可能兩三天前的事 你才知道這條 你所謂和你清兄道弟的好朋友 出賣了你十八年 踩著你上位 然後你回去見到他之後 你都還可以 你見到 那時候是很鮮定的 他跟他解釋整件事 就是 只有兩件事 修復本身 是一個很好戲的人 不是 他一開始都打了他一身 不是 在他未打他之前 你一開始見到 他回來那一刻 他還在演戲 你就明知道 這傢伙在演戲 但是他還很冷靜地去 究竟我怎樣去解決這件事 不是 先看一場戲 才打他一身 對 一個正常人來說 如果就是說 我明知道你已經 可能明知道有馬 你會出賣我的 在這個時間點 你是出賣我的 我或是你搞了你女兒 或是我搞了你媽媽 也好 不是 正常來說 你回到過去 這件事不可能發生 他都要時間去 是不是真的發生那件事 可能他有個時間 對的 這個正正就是 夜人姐所說的 因為其實 他也是用這場賽馬 搗著 他跟他好朋友 說 如果這場馬 爆彈彈這隻贏了的話 我搞過你女兒的事 一筆勾線 記得 你不要理這件事 很簡單 當然 他的好朋友就因為知道 失伏是不會倒馬的 你這傢伙 我這次確認你 告訴你 還不吃著你 一輩子都可以 但誰知道 失伏其實原來是開完cheat 他已經知道了所有 帶著了他 上一輩子的回憶 就猜中了這場賽馬 都不是猜 他已經知道結果 他明白 他回到來 他不知道這個世界 是原本的世界 還是平衡世界 可能有五叉 大哥 如果世界線修正了 是一件很大的問題 其實他也是用這場馬 來跟自己的記憶做個比較 如果是混合的時候 他就知道 原來回顧 世界線沒有動過 OK 他先肯定了一件事 就是說 真的跟我的記憶 是一樣的 當然 然後 故事就說到 他 當然 一個四十歲的人 本來已經 練腦 其實他在他四十歲的時候 那個樣子 是一個不像四十歲的人 不是那些叫什麼 一隻腳踏在佛墓上 是那種感覺 是那種感覺 回到來之後 當然 又有 精力衝動 又有頭髮 不是 有精力 還要很多 還要很多頭髮 還有很多女 他沒有說很多女 沒有很多女 有很多女粉絲 對 然後 當時 其實在他第一次人生 他對他能夠找到 清空證券這份工作 是感到很自豪的 因為說 假假的 尤其是 可能在日本的文化裡面 我入了一間一流的大公司 而且他提到清空證券是日本第一名的企業 知道嗎 即是突然之間 你不如去李嘉石家公司 長江實業 有前途 前途一片光 其實這跟日本找工的制度 其實有些關係 因為日本來講 一直都是長工 只要你入了一間很好的公司 你這輩子就無憂了 因為那個時候 在日本未爆補之前 他在公司機會中心制 沒錯 即是好公司的公司 不是的 你而見到其實第一次人生 他都是沒有炒到失伏的 他只是調去一些三煞位 即是那些是沒有人願意去的崗位 他都不是炒了他的 意思是他畢業了 就有一份很笨的工等著他 是這樣的意思 是的 當然失伏再次面對這間公司的時候 當然是百感交集 即是這間公司對他來說 他付出了他一輩子 真的一輩子 因為他一輩子 你不能說半世人 他真的一輩子 他真的一輩子 的心血 的一切都交到這間公司 但最後這間公司 給他的結果就是 發配變價 不是的 但可能他真的能力問題 他不適合做證券 這些什麼 可能他真的沒有做到實績出來 不是 之後他有交代到 在公司的事件 沒有關係 失伏的工作能力 應該這樣說 失伏在整個故事裡 你會看得出他一件事是 他不是工作能力不夠 他在第一世人生 他是決斷力不夠 而他其實整套作品裡 他一直在環繞的主題就是 如果在你的生命途中裡 可能你遇到一些事 要做一個抉擇 要做一個抉擇 你會選擇一個什麼的抉擇 很多人其實 他在裡面 失伏第一段的人生裡 他就是說 他是選擇的一些是什麼 他是選擇一些很安全 很穩固 不想冒風險的選擇 就算這個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他都覺得他應該是這樣選擇 因為他不想冒風險 他覺得就是 我要用我的人生去賭 他覺得是很冒險 但當他在第二段人生 在這裡開始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 除了打了他的朋友一生之外 但這個不是明知他困惑 這個不是抉擇 這個不是抉擇 這個是對錯的問題 再次面對一間公司 但其實作為失伏本身 都是自己一個日本人 他都知道 在這間公司 如果他轉過思考 我帶著上世的記憶 我在這間公司裡 我可能可以扶搖直上 運用他的記憶 運用他所知道的東西 他真的可以扶搖直上 他有機會 他知道了一切的內幕 假假的 就算去不到最高層 去到他的朋友的位置 應該都沒有走 但在這個抉擇裡面 他放棄了 他把內定的入職 自己親手破壞 他說 我現在不做你的工作 這個霸氣 你可以說是22歲 我帶著40歲的人生經驗 但22歲的身體 我做了一個很衝動的決定 不是衝動 你要明白 他一輩子被公司 玩了一輩子 之後 他回到來 當然不會想做這份工 他肯定想他去報仇 他現在要 他沒有去到 那時候還沒去到 報不報仇 其實對他來說 其實他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你看到 當他看著那間公司的時候 公司裡的一些 很小的內幕 就是收黑錢 他看到這一下子的時候 他就會想 究竟這間公司值不值得 再值不值得 我去為他拼搬 其實他是有 他來到這間公司 其實他是有 你看到就是失附 那一刻混亂的時候 他是很客氣 說 回公司 回公司 他還沒開工 但他被二十幾十八年的奴役 他已經深深地入了他的血肉 就說 回公 習慣了這些 回公司 回公司 而他叫做人生 第一個決定就是 他將他 未來的十八年的人生 抹去 他不想再重複 這十八年的人生的痛苦 但其實未必進去 一定是痛苦 因為他其實已經知道 在情報 他進去 不代表他要重複 那十八年的人生 但他不想 應該說 他在第一個分岔口 已經決定 我不再走舊的路 走一條新的路 他想去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是風險 老實說 好像剛才二人姐所說的 也就是我們剛才說 我知道了所有的東西 誰的線路都知道 好老實說 如果失伏可以玩得更黑 他拿著這些把柄 去威脅高層 你不讓我升 我會爆的 我不知道我會做些什麼 到時大家一旺熟就不要 他可以這樣做 但其實你說 在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失伏是一個 我都說他是一個很中職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 所以最後就是 他選擇不進去這間公司 當然的代價就是 第一個代價就是 他給他的學長 就丟了他一鍋 這個是他的 第一個決定裡面 需要成熟的惡 對 因為其實本身就是說 他能夠進入這間公司 其實是他前輩 即谷前輩 幫助他很大的 那就是谷前輩 一來到之後就發覺 你這個死仔 我這麼辛苦 扔你進去 你在面前打高診 然後再回憶就是 其實他這位谷前輩 其實在他的第一段人生裡面 最終都是因為公司 因為公司利益的關係 而犧牲了他 而引致到谷前輩 在他上一段人生的 某一個時期裡面 就自殺身亡 死了他 掉頸自殺身亡 他比主角好 至少他老婆和女兒 都對他好 在出自己的訓場裡 都哭了 如果他失庭死的時候 他老婆女兒會怎樣 他不知道 他死的時候 就扔了人 但我覺得漫畫 剛才說了很多劇情 但漫畫 其實他這些橋段 其實做得不錯 你見到就是 無論執伏和女兒說 谷前輩 你不要再在這裡上班 你和我一起出去找食 對一個前輩來說 他覺得說 你有病 你是不是瘋狂的 我的筍工都不去做 和你做 我介紹筍工給你 你不要筍工就算了 你要瘋狂 你不要 然後他叫做 不如你陪我一起瘋狂 對谷前輩來說 他是很生氣 但當然其實 隨著故事裡面 失附運用他的記憶 又慢慢 太過分了 他見到這麼多人 失附運用的 我都說 你慢慢覺得 這個人的記憶 其實是不簡單 或者這樣說 其實這個人 其實他不是能力不強 他真的不是能力不強的人 你見到 其實你說 在漫畫的事件裡面 就是說 他和谷前輩透露了很多 他都說 其實我知道這場 下一場是誰跑贏的 然後說 無論我們下一屆 我們學弟的比賽 究竟是多少比幾 誰拿得最多的答贈 都好 我都知道了 其實 慢慢開始 即他簡直說 前輩 你老婆就生了 一定是女兒 告訴你 你絕不絕望呢 當然不是說絕不絕望 但是說 我連他生是男還是女 他都說 他知道了 然後他前輩都開始感覺到 嘩 這傢伙 先不論他是不是瘋 但是一個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這樣猜中了 折二 或三 但其實他都不是說 前輩都不是說 完全相信他 即是覺得 嘩 你是不是藏綻 藏綜了幾次 好像有一點 而老實說 在失伏未回代之前 作為一個 叫做 他一個這麼好的後輩 同一間公司 又有同一間公司 其實你說 他是一個好朋友 你可以說 一個好朋友 即是提攜他的人 是的 覺得他原本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會不會發生了些什麼 其實前輩來說 都有懷疑 但我覺得他這段處理得 挺好看 就是說 有時候 究竟前輩 在哪個位置才肯相信他 你一開始說 我先幫助你 他不是真的信 他不是真的信 正常來說 人遇到這個情況 他突然變得這麼快 他當然要找一些事件 或者證據證明 他原來經歷了某些事情 才相信他 而老實說 其實我覺得 在作品裡 他一直寫得好 他不像現在的作品 就是經歷了一些事之後 很多作品 是完全信任 即是完全信任 主角說 他在說什麼 你突然覺得配角是沒有智慧的 原本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但當他相信了主角之後 他就說 信到底 他不會思考 但你見到 其實在這套作品裡 當年你說是一個很現實的作品 他沒有超能力 除了這個所謂的 世界線跳躍之外 沒有跳躍 其實前輩 在他相信他的誘因 是因為 公司交了一些內幕給我做 然後 突然之間我下頭說 不關我的事 那個子就自保自維 我都不知道 在他來看 突然之間他遇了一種心灰意難的事 剛剛好有一個 後輩 古衷了很多 1990 sherata 又叫 跟他一起 當時 在情緒帶動反應下 我覺得 正常人 仍然不相信他 就算他也可以說 不如馬上了 反省年輕 也不是年輕 而 失附所以 也沒有叫谷前輩去辭職 他只是叫他去幫他 現在幫他什麼都不知道 到時候可以say no 他沒有利益的 不要緊他沒有損失 他也打了工作 而谷前輩在這個位置上就說 哇 他其實是失負的那種 這間公司這樣對我 明明是你叫我做的 現在你說你挖我 我自己搞的 這間公司是 吃了死貓 不服氣 當然你說失負就開始制定他的計劃 就是怎樣去報復 打到這間公司 其實他是打到那些腐敗的高層 他不是真的想打到那間公司 因為他說如果公司倒閉了 很多人失業 跟他一樣 打工仔沒有那份東西都慘 所以他不是打算整個公司 應該說牽連太大 其實你說故事裡 這一段就是失負是怎樣 又是利用他的記憶 就是說 無敵的武器 在他的證券市場 應該就是時機 要偷看劇本 我有18年的劇本 告訴你現在 而你看到其實失負一直是 他的人生裡 在他第一世人生裡 其實他是有很多的遺憾 好像說這一段裡面 先不要說倒奇 倒奇就不是他的遺憾 倒奇就是一個美女 這樣的一回事 而在他裡面 他又開始找回一些 可能經歷了一些遺憾的人 就好像說 其中一位就是條元 一個資產家 個人投資家 對 這個角色就是 最終他也是因為 在公司的政策底下 成為一個犧牲品的個人企業家 你見到失負是 其實失負 你會開始是 他不停的人生裡 他救谷前輩 他找條元 甚至是 其實在當中條元裡面 就好像說 有一個女明星 他知道了女明星 因為他有 這條人也是不停看報紙 這條人就是很威脆的 失負這條人 失負這條人 連這些記憶 他都記得八卦 他說過氣明星 18年是過氣明星 你都記得的話 當然不知道 是不是他很喜歡他 是不是他的粉絲 那時候好像是 我講到是 很欣賞他 失負是 失負二連三 他是不停的 去把一些 在他人生裡 大有遺憾的事 他不停是 他希望憑著自己的記憶 獲得的情報 去拯救這班人 每次他都會碰到 不論是條元 見到他 然後又說 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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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賭 然後他一直在記憶裡 因為條元本身在他的記憶裡 最終是照顧他 到他死為止 其實也是 失負照顧著他 照顧他 其實只是去醫院探望他 不是真的 很足夠 他的兒子都沒有人來找他 然後 其實 失負 應該說 條元也是被 好像谷前輩一樣 慢慢 但他 條元那裡 又做了少許分別 條元那種是覺得什麼 只是覺得這個人有趣 其實他不是信任 失負的 你會看到 其實裡面的角色其實描繪得挺真實的 我覺得 作為一個 在政見市場 打捲了這麼久的人 就憑你條旦散一句的話 老實說 我純粹叫做什麼呢 我悶 我太多錢 我太多垃圾 我太多垃圾 我太多錢 我太多錢 我看你這傢伙多可愛 就給你3億幫我做個表演 我要你 他還說 其實我要你玩 純粹是拿3億出來看表演 純粹是拿3億出來看表演 吃花生 突然有這麼有趣的人 我陪你玩玩 而純粹在這件事件裡面 其實他想做的就是做事 因為他知道 其實在他的記憶裡面 這段時間就是 清空證券 在策劃一場巨大的做事計劃 從中得益 他希望利用這件做事計劃 去打擊清空證券的高層 當然最終他的同伴裡面 除了谷前輩之外 還有另一位女主角 賭奇有利 複蛇 複蛇 應該說什麼呢 最初對賭奇的描繪 就是賭奇是一個好知 他一眼就看得穿一個男人 究竟有沒有能力 不是那方面 這叫藍籌古 是他事業上的能力 看藍籌古 一看你的股票 應該跌眼了 免得握手 你看到其實很有趣 如果賭奇 其實是一個這麼眼眉的男人 如果純粹說能力的話 第一世的人生失伏應該會被看得起 其實在第一節人生裡面 賭奇是對他的一事不顧的 但第二年人生裡面 當他做了 撕爛入職內定 然後再在公司看到他 不知道在公司外面 撞什麼鬼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 嘩這傢伙很有能力 其實呢 只靠古 其實有些不同的 你第一個人生裡面 賭奇看他的感覺 就是這個傢伙 為首為美 做決定又是寡斷的人 但第二段人生又不同 他有這樣的記憶 做的事很決斷 他做的事完全是另一個男人 眼神精明老念 是完全不同的 整個好像有陰謀 我覺得這件事反而是說得通 說得通的 如果你說說能力的話 其實失復那一下 很鷹地撕爛了自己的入職內定 其實刑激是有個限度 當然他說 看到他的眼神是看著公司 不知道看著什麼 然後那個眼神 我覺得你是不是解讀太多了 不過我覺得OK的 其實這個OK的 而賭奇對他來說 其實他某個意義在那個位置 其實他也是順利用失復的 因為他想擺脫就是說 他現在那個隱藏的身份 他現在那個狀況 那個是被 那個隱空了 被人威脅現在 然後那個部長就是威脅他 而要跟他上床 發生這個肉體的關係 然後就要幫他做事 總之他希望擺脫這個情況 然後他就看中了失復 覺得失復有能力 可能可以幫他擺脫這個情況 其實你看到游來 都沒問題 一個公司以外的人 就算這個人回來 再猜他叫什麼 其實我說 我不認識他的 神經病 都可以 其實你看到 你如果想了一場 其實每一個人 其實他們做的事 其實每個人 都合乎自己 是有後路的 其實整班人 當然你說 失復是因為成功了 他們是不需要去想這條後路的 我覺得其實 但是你要看到 你每個角色 其實真的有自己獨特的性格 其實真的 不會好像其他 你對自己的行為 有一個矛盾的地方 會為自己的處境去想 去怎樣做 去做任何的決定 就是很獨立的 其實你說的 其實每個人都是自私 其實在這裏作品裏面 你可以說 但是當然 你說主角可能 那個自私的層面 不是說很負面 negative 我真的自己顧自己 其實你真的會 以自己的情況去出發 去想一些事情 其實這些是自私的想法 其實是選擇一個最佳的方案 每個人都是 不是正常的 就是大哥 你那時候第二世 失誤大學畢業之後 沒有事情做過 現在是 就是失誤在這裏面 做了很多大膽的決定 那些大量買空和買入 那些不是太大膽的決定 他知道結果 那在保錡和谷前輩的面前 他覺得這條子 哇 這條子幾億都上來 3億 然後跟著 用這個信用買賣 再去 再去買 然後跟著 賣出之後 再用信用買賣 再去買 然後他的獻款 是一個天文數字的獻款 他一國賊就玩完了 但他賺的數字 也是一個天文數字 另一個天文數字 那當然 其實也都是這件事 當中看見失誤是很順利 因為其實 一個帶著前世的記憶的人 還要知道 公司買出賣入的時間 的時機 其實他已經贏了 但中途裏面 他也做了一個起伏 就是 什麼呢 老實說 可以這樣說 其實他這裏表達了 失誤的記憶 不是完全是說 他可以控制所有的事情 好像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 就好像條元 背著他覺得 這傢伙原來有內幕消息 你真糟糕 這樣說 然後條元也很睡 還比他睡得更加多 然後他就 一聽到這件事 其實本身失復 找條元的目的 其實不是想借條元的錢 他是希望條元可以 避過這次的大危機 令到他心敗明年 破產 之後整個人生 顛覆了的一次的大買慢 就應該說 令到他的條元 避開了後面 對 這件事 但是避開了之後 他會導向後面 或是另一個後面 就不知道 你見到這件事 其實 你開始後 你可能有點緊張 因為你見到 其實那一刻 你是不擔心失復的 失復他已經 失復那條線是贏了 無論他怎樣也好 他一定是贏了 但是 因為他這次 你會見到 他這次的目的 其實是 而真正在這裏 其實你會看到 失復的目的 其實不是為了贏 而是為了救人 我看這裏 其實是 我是避條元的 其實那一刻 會不會 失復是最後 是救不了他 我其實反而看 那段 我避到失復的 反而相反的 為什麼 失復他退了錢 這套漫畫 其實他忽略了一個 很多漫畫都會提到的 這一個道理 蝴蝶效應 因為他 其實你回到過去的時候 第二人生 其實有很多 跟第一人生 很多都已經不同了 首先 譬如說 我已經沒有入到清空證券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對於他將會行 三億的投資 有什麼影響 其實他不知道 他只不過知道 第一個人生 他是這樣行 但第二個人生 會不會因為這些 某些東西變動了 而產生的蝴蝶效應 令到他那件事 不是如他想像般 或者是如他記憶般般發生 其實這也是一個賭卻 這也是一個危機 就是見到 其實失復其實也是很謹慎的 其實你看到 為什麼會在第一件事 會這麼詳細 去講這個條件 其實就是 他這一段條件 其實充分地表達到 失復首先 他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其實他想法 是一個很仔細的人 他是想好些事情 他都想到的 但他唯獨缺乏了 在這一節裡 我們經常都會說 缺斷力 是沒有缺斷力 而他也看到 他在知道這些事情之後 他希望得到的 其實就是 他是想拯救 在他人生裡面 他見到的 如果遇到不幸的人 他想盡力去拯救 所以這件事裡面 當然失復去到那個位置 他說 我 跟著 他剛才說 戴兩碼好碼 然後他已經放了出去 跟著 就已經說 其實他贏了 就算我還錢 他還錢給條員 他都拿了幾百億的身家 三個人分 都有排分 有排用不完 總之基本上 就是他第一成心 不會賺到的錢 但其實那個位置 你會問 究竟失復的目標 究竟失復的目標 他就不能夠拯救條員 因為其實 你好像剛才 夜人姐所說的 會不會 其實會不會 有些東西 其實是最終結果 那個人 是要面對這個命運 哪怕你拿著 十萬年的劇本 也好 你都不能夠拯救到這個人 就是最終都會 倒向這個人 只是一條路 會不會 其實在這個人生裡面 鬥鬥轉轉之下 能夠改變命運 是不是只可以只有我一個 我是不能夠 用我的力量 去拯救其他人 第一集裡面 就算是去到那個位置 其實 嚴格來說 因為間接性 因為失復的對話 令到條員 就說 其實哥哥 他是有點拯救其他人 哈哈哈哈 不是說 都倒了自己 所有的東西 真是 這條路 真是 但如果這次 真的不是 他預算 去走的話 他就玩完了 這件事 亦都是說 失復能夠感染 那些人 還有就是 其實在條員 開頭看的時候 說 嘩 嘩 那個股市還在升 那些人 現在叫我放 那些人 當然 那種性格 就是什麼 讚我 就要賺到盡 我賺少一仙 也覺得自己輸了 所以他那些人說 沒有 我現在放 其實他那一刻 放是贏 沒所謂的 但對他來說 這個是他人生的宗旨 賺到盡 賺少了 他覺得 他現在放的話 他是輸了 所以接著 最終就是 其實在心態上輸了 應該說 心態上輸了 在人世間那裡 嘩 這傢伙總到PK 哈哈哈 那個法案還升到 100點 你傻仔 最終就是 那個結果就是 其實條元都被他影響 就是 上映這個所謂叫做 敵對策略 你可以說 放假消息 你放假消息 我在你的假消息 事實上再放一個假消息 令到就是 最終就是 所有人 而失腹的目標 也都達成了 就是說 他是可以 真正打擊到 清空證券的 那幫高層 而同時就是 拯救到條元 還有就是 谷前輩 還有賭旗有利 這些人物 其實當中還有一個 有一個小賊谷 就是一個阿伯 那個阿伯都很厲害 其實 22萬 十算的話 都22萬 把整個月的薪金 放在一個 認識了幾天的年輕人 都是一個月 而已 但這傢伙在塞葉 家裡等著開飯 不是 就是因為塞葉 才盡第一次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不是 不是 在整個故事物裡面 其實是唯獨 那位阿伯 真的有些超賤 因為 首先他不懂得 失腹這個人 也沒有很大的交接 就是覺得 失腹這個人 說了幾句說話 但那些說話 其實 老實說 可能他有先見之明 其實是 然後跟著 然後就把整個薪 不是整個薪 不是整個薪 整個薪 整個薪 這樣給他 然後說 我想看看 你的夢想 然後我說 阿伯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就是為了我覺得 在整個 你明白 其他人想的事情 因為有家室 有親朋兄弟 他會想這些事情 但阿伯不會想這些 我就快點了 給你用 他會這樣想 他那些人 一生給了一生 錢給你什麼 一個人工 送給你都沒有 他又帶不進棺材 但他有家人 有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然後還在裡面 然後說什麼 房子未公完 兒子上大學 女兒要結婚 然後你把你整個 你那個月的薪金 也不是整個月的薪金 不要這樣說 你也知道 拿著那個薪金 都幫不了什麼 不如盡量一撥 他一撥什麼 他那一撥什麼 他那個案子裡 是沒有回報的 他不祈求回報的 他真的覺得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好勇 我喜歡 然後把自己 整個月的薪金 都給了他 可能他年輕的時候 曾經都有這樣的衝動 他說他有罰職 所以不用擔心他 然後當然 失附在這次 證券交易裡面 賺了大錢 再去找他 就是投桃報李 是 然後就是 除了幫他去還錢 還有就是 不過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不過我不知道 日本真的是不是 那些 每個人都背著 這麼大的責 價格是差人 二千萬 就是你十算 差人二百萬 但是不知道 因為什麼影響 而差人二千萬 不知道 好像沒有說 可能有中的法律局 都沒有說 然後失附除了幫他還錢 之後 投桃報李 就說不跟他一起工作 其實跟著就開始 我們下半節就會說 其實失附之後 每一段事件裡面 就是不會再詳細說 因為這一節為何要詳細說 其實是會給大家一個吸引力的 其實我覺得 這個故事 其實始終就是 剛剛去到第二人生 第二人生 那個 頭的幾段事件 是比較重要一點 而且那個部分 好像聽大時代 會長檔 是很正常的 所以 我們今次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繼續